Hello 欢迎观看韬光的视频 如今随着更多的龙珠SHF作品采用了最新的素体设计 如年底将要发售的传奇的赛亚人悟空 首次在道普性的悟空中使用了全新的素体 这证明了万代似乎也逐步抛弃了固化的思路 以更开放的态度对待之后的新品 那么在未来最需要重置素体的龙珠SHF 以及最有可能重置的角色有哪些呢 这一期就来给大家盘点一下 第一款我觉得应该是龙珠Z的神秘物饭 把它放在第一的位置上的原因显而易见 因为这款已经有现成的剧场版模型可以使用了 特别是在这一部剧场版里居然出了两种素体的道夫物饭 这配置怎么说呢 万代如果不重复利用这个模型 玩家们都不答应了好吗 第二款我认为急需重置的是黑发贝吉塔 之前在希望可以再晚的投票中 黑发贝吉塔意外的落选了 让人不禁怀疑这是万代在下一步大棋 面对道夫悟空首次使用了新素体 我想战斗服贝吉塔的第一款新素体应该也在路上了吧 为了搭配传奇的超级赛尔人孙悟空 黑发贝吉塔绝对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而且就算不是赛尔人来袭片的造型 在纳美克星片的贝吉塔也非常的合适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同感呢 第三款我觉得很需要重置的是地球空 虽然地球空的配件包马上就要发售了 而且地球空反复再版过多次 但是作为龙珠Z力最经典的形象 万代以新素体重置一下应该不过分吧 而且我相信销量应该会很不错的 第四款应该使用新素体的是超赛全功率孙悟空 现在的超赛全功率SHF是热度高 但是质量差的代表 而且无论是面雕还是素体都有相当过时的味道 如果万代想要更新素体 绝对应该考虑一下这款 第五款是龙珠Z的布罗利 距离龙珠Z的布罗利发售已经过去很多年了 近些年入坑的玩家很少有机会补票这款曾经的经典 布罗利在Z中的造型其实还蛮多的 非常非常合适用新素体重新制作 相信大家一定会买爆吧 第六款是超三孙悟空 作为我最爱的悟空的形态 现在的超三简直是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 婴儿肥的脸型迷之自信的表情 不佳的战役性都是让人望而却步的原因 总之赶紧重制一下吧 第七款我觉得应该是超赛贝吉特 一代素体之后 超赛贝吉特这个角色一直都没有更新后的作品 作为龙珠Z最经典的合体人 以及战力的天花板 如果能以新素体重生 想必又会续写一段玩具界的传奇了 本次版本上的第八款也是最后一名 是龙珠Z的杀鲁最终形态 其实非赛亚人的反派很难用新素体来界定 但是这些年龙珠SHF不同身形关节设计的角色 也有不断的融合的趋势 像弗力萨第二形态这样极大成的作品 就是很好的代表了 而帅豹的杀鲁最终形态 也有希望成为和大王第二形态一样的经典 我个人最期待的就是这一款了 OK 以上就是韬光给出的名单了 有哪些作品你觉得是榜单上没有提到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 让我们一起来许愿吧 喜欢龙珠也不要忘记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期见